我们来问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 耶稣会再来吗 耶稣会再来吗 我们跟其他的宗教 基督徒基督信仰 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神会再来 如果我们去掉耶稣会再来 这一部分的信仰 我们基督教就会苦了 我们之所以基督徒 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极大的盼望 就是耶稣会再来 耶稣会把我们借走 我们拜这个神不一样 祂是讲到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上帝会带领我们这个百姓到那里去 不只是信而已 信包括把我们借到哪里去 那么我们来看耶稣会再来 让我们看这个问题 以后不要再怀疑了 有几个我们来看经文圣经的讲法 我们来看 第一 耶稣亲口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半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他 你们也在那里 看啊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一言的有福乐 看啊我必快来 惭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 他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 很肯定的 没有模糊的 耶稣对自己亲口说 看啊我必快来 而且在在启示录里面 不只讲一次 讲一二三 不三不整理 讲了三次 从启示录里面都 从恐慌讲三次 我必再来 所以这里面不要 不要无徒以为 你的日子是这么样的过 然后耶稣亲口说 我去你 我要回去了 准备地方给你们 迎接你们 把你们借到那里 我在那里 你也先看 我们先看来看 第二 还有所以讲 天使说的 当耶稣生天的那一天 然后 耶稣就这么生天去了 天使留下来 对着那天使 看着耶稣生天的人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 一起啊一二三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一看你们 被窃身边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哈利路亚 主耶稣必要再来 你要看耶稣 被接上天 也不只是一个人 两个人去被被 看着耶稣被接上天 当时圣经所记载 总共有五百多个人 看着他被接上天 这五百多个人 都是他的见证人 亲手 亲手的一带传一带传到今天 看着耶稣生天 七九四十 我们接着来看 还有谁说呢 我们来看 彼得说的 述彼得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顺主的日子 要像贼大一道一样 那天必有大 有养生废剧 有行事的 都要被烈火消灰 消货 地和其上的 都要招禁了 兄弟妹 2012年 十四节末日呢 我相信你会讲 但是我很肯定告诉你 十四节末日 绝对不会用水 淹死你 圣经经讲得很清楚 上帝会要怎么毁坏整个地球 没有在 洪水 没有在 floating 也没有 你不要以为 tsunami就是世界末子 tsunami只是一个指教 上帝会用火 把 全地 来烧毁 凡有 行事的 都要被烈火 消 火 怎么样 烧 不是我今天要讲 因为一关只有十五分钟 我下个星期来跟你们讲 接着来 谁 还有谁说 使徒保罗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123 因为主必 心智从天降临 有孤教的声音 和天智掌的声音 拥有神的好 所以讲 那在基督里 死的人 必先复活 所以兄弟妹 为什么很多人呢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 他们不要火葬 他们不要土葬 他们 他们怕复活的时候啊 无心不堪称啊 如果你烧掉就没有身体了哦 没有身体怎么样 我复活了没有 没有 我肉体已经是烧掉了 我哪有肉体 这是他们的短见啊 因为圣经想 复活的人 已经不再用这个肉体了 他们有荣耀的身体 你烧掉你无所谓的 因为上帝 不会再给你用这个肉体 会病 会死的 会死亡的身体 他会给你一个有荣耀的身体 所以基督可以火葬吗 可以 基督可以土葬吗 也可以 但是你 浪费土地了 尤其是在冰城啊 你可以买地勒 你自然是可以的啊 都是OK的啊 现在都是火葬了 他们说是因为 冰城是个老远地方啊 所以耶稣会再来 不是耶稣本身讲 天使讲 保罗讲 彼得讲 我们来看下去